当我们谈论吸引力法则 我们谈的是信念的力量 一种深信不移的能量 这种信念 就像是宇宙中最强大的磁铁 能够吸引我们心中最深切的愿望 但这一切的关键 在于你真正相信它可以发生 想想看 当你有一个目标 比如说在年底之前存够一笔钱 这是一个具体的可衡量的目标 你把这个想法投入到宇宙中 希望它能实现 这时候你的信念就是关键 但如果你开始怀疑 开始想这怎么可能呢 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发生在我身上 这种怀疑和不信任的情绪 就像是一个阻碍 阻止了你的梦想成真 宇宙听到你的怀疑 就会回应你的不信任 结果你所希望的事情就不会发生 然后你可能会说 看吧 吸引力法则根本就是骗人的 但事实上 这只是宇宙在回应你的内心深处的信念 如果你相信自己不配拥有这些好事 那么宇宙也会如你所愿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如何积极的使用吸引力法则 不是简单的想一想就行 而是要深深的信任 并且全心全意的投入到这个过程中 所以让我们来谈谈如何培养这种信念 首先你要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像刚才说的那样 设定一个具体的目标 这样你就知道自己在追求什么 接下来要学会放下内心的怀疑和不信任 这不是以蹴而就的 需要时间和耐心 但这是可能的 你要相信宇宙有无限的可能性 而你是那无限可能性的一部分 然后将自己的思绪和能量集中在这个目标上 想象自己已经实现了这个目标 感受到达成目标时的喜悦和满足 这是一种强大的视觉化技巧 可以帮助你的潜意识对这个目标产生更强烈的吸引力 同时要开始采取行动 吸引力法则不是魔法 它需要你的积极参与 设定小目标 每天做一点点 逐步接近你的最终目标 在这个过程中 你会遇到挑战和困难 这是必然的 但这些挑战其实是帮助你成长的机会 面对它们 并从中学习 你会变得更强大 记住 吸引力法则的核心在于信念 相信自己值得拥有最好的事物 相信自己有能力实现这些愿望 当你真正相信这些 宇宙就会开始对你的梦想做出回应 所以让我们从今天开始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 让我们学会相信自己 相信宇宙 相信吸引力法则 因为当你开始相信 奇迹就会发生 记得 这不仅仅是关于金钱或物质的成功 这是关于你整体生活的丰富和充实 当你学会用这种方式思考 你会开始看到生活在各个方面都在改善 你的人际关系会变得更加和谐 你的健康会提升 你的心灵会更加平静 这是因为你已经与宇宙的能量同步 并且在每一刻都在散发正能量 现在想一想 如果你能够真正的信任自己 信任你的梦想 你的生活会有多么不同 想象一下那种自由和满足感 想象一下那种对生活的热爱和感激 这就是吸引力法则的力量 它可以帮助你实现你最深切的愿望 只要你愿意相信并付诸行动 所以不要再犹豫了 开始培养那种深深的信念 开始让你的梦想成真 记住 这一切都是可能的 只要你愿意相信 我知道这可能听起来有点像是魔法 但这是真实的 这是关于你和宇宙之间的连接 关于你如何利用这种连接来改变你的生活 在我们探索宇宙的能量频率时 我们会发现 人的能量频率分为正面和负面 宇宙在接收信息时 并不会判断信息的性质 而是单纯的识别它为正或负 当我们拥有负面能量时 我们很难表达正面的话语 即便我们努力说出正面的话 我们仍然散发着负面的能量 这就是为什么宇宙的回应方式是根据频率 有时候当你渴望拥有某物时 你所发出的频率实际上是负面的 因为你的所有感受都在无意中表达了你的缺乏 想一想 当你说我真希望有更多的钱 有房子有车子 你其实是在表达你目前所缺乏的 这些信息的核心是缺乏缺乏在缺乏 宇宙会根据这种频率给予反馈 结果就是你得到的依然是缺乏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吸引力法则 你可能会问 这是不是就像一个绕口铃 的确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要改变这种情况 你需要调整自己的频率 你需要找到一种感觉 一种感觉自己是完整且丰足的感觉 当你感到自己是丰富的时候 你才能吸引丰富的事物进入你的生活 反思一下 是不是你的缺乏频率造就了你目前的缺乏状态 这并不是因为你的环境缺乏 而是因为你的心态造就了你的缺乏环境 这就是为什么感恩这件事情是如此重要 当我们真心感谢一件事情时 我们其实是在感谢自己已经拥有的丰富 当你下次希望拥有某物时 别再说我想要什么 因为当你这么说时 你其实是在表达我现在没有这个 宇宙只会给予你那些与你的频率相匹配的事物 那么如何转变我们的频率呢 首先我们需要意识到我们的思维方式 和我们所发出的频率是紧密相连的 当你开始关注于自己所拥有的 而不是所缺乏的 你的频率就会开始改变 举例来说 当你感谢一顿美味的饭菜 一个温暖的假 一群支持你的朋友时 你就在发送出风足的频率 在这过程中 重要的是要保持真诚和积极的态度 这并不是说要假装一切都很完美 而是要真诚地感受到即使在困难中 也存在着值得感激的事物 这种态度会帮助你更快地转变你的内在频率 从而吸引更多正面的事物进入你的生活 我们也需要学会放下那些负面的思维模式 这包括担忧 怀疑和恐惧 这些情绪和思想模式都会发送出负面的频率 从而吸引更多负面的经验 当你开始意识到这些模式时 你就有了改变它们的机会 接下来 让我们来谈谈如何实践这种思维转变 一个简单有效的方法是透过冥想和正面练习 透过冥想你可以学会如何观察你的思维 而不是被它们所左右 这可以帮助你识别哪些思维模式是负面的 并逐步将它们转变为正面的 正面练习则可以帮助你保持当下的意识 这意味着学会欣赏当前的时刻 而不是总是担忧未来或后悔过去 当你活在当下 你自然就会发出更正面的频率 这是因为当下总是充满可能性 而过去和未来则充满不确定和担忧 最后记得要有耐心 改变思维模式和能量频率不是一夜之间的事情 这需要时间和持续的努力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你会开始看到变化 你会开始吸引更多正面的经验和机会 记住 宇宙是一个丰富的地方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 当你开始与这些可能性的频率相匹配时 你就会开始经历更多的丰富和满足 这就是宇宙能量频率的奥秘 也是我们如何利用它来改善我们生活的方法 透过这种频率的转变 你不仅能改善你的生活 也能为周围的人带来正面的影响 所以下次当你想要改变你的生活时 记得从改变你的能量频率开始 记得一切都从你的内心开始 当你的内在充满丰富和感恩时 你的外在世界也会开始反映这种丰富 最终这一切都归结于一个简单的事实 我们所发出的频率决定了我们所吸引的经验 当你发出正面的频率时 你将吸引正面的经验 当你发出负面的频率时 你将吸引负面的经验 你可以对住宇宙宣告说 我是一个丰富的人 然后宇宙才会回应给你丰富的处境 所有一切都是由你内在开始真心去改变 才开始让外在改变 而不是为了透过外在途径去改变 才让你的心改变 这是本末导致我们身为一个能量体 生活在一个充满能量频率的世界里 这些能量频率正如我们之前谈到的 有其高低起伏 我原本认为当我们的能量提升时 我们就会开始吸引生命中的事物 但事实上这个过程远比我想象的要复杂的多 一切都取决于我们能够显化出多少 我们能看见的程度有多高 想象一下 我们周围有着无数的能量光圈 这些都是我们生命中的事物 这些事物一直存在于我们周围 从未消失过 当我们处于低频状态时 我们只能感应到与我们低频相呼应的那部分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当我们处于负面频率时 我们周围似乎总是发生负面的事件 在低频阶段 我们是无法感应到那些高频事物的 这些高频事物其实也存在于我们的生命中 只是我们的频率没有到达那个层次 我们没有开放自己去接受这些事物 我们就像是不同层次的磁铁 你现在所处的频率就决定了你吸引到的事物 你无法在不同能量层次之间相互呼应 除非你转换到那个层次的频率 所以一切关键在于你想让自己处在哪个频率层次 你想要显化什么 你又愿意让自己接收到什么 当你散发出糟糕的频率时 你就会吸引并显化出糟糕的事物 当你散发出充满爱的频率时 你就会吸引并显化出充满爱的事物 过程就是这么简单 生命其实一直在尝试给你美好奇迹的事物 但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的信念 将这些奇迹阻挡在外 我们觉得这些美好的事物是不可能的幸运 或者认为只有通过努力和辛苦才能拥有 这些信念恰恰是阻止我们轻松 接受这些奇迹的原因 而且有些人经常会发现 很多不适合自己的事物 甚至是烂事 其实一直在努力离开他们的生活 但他们还是紧抓着这些事物不放 明明知道应该放下某些人 某些让自己痛苦的事 却依然执着于他们 就像今天你爬楼梯 却还不愿意拔掉绑在脚上的铁链 你就会看着它拖累你 这就是为什么你到现在还处于痛苦之中的原因 而且很多人实际上是甘愿被这些铁链绑住的 因为他们害怕未知的事件 对那些铁链又爱又恨 甘愿做一个爱上犯人的受害者 与其一直想着如何吸引美好的事物到你的生活中 不如先学会放下那些不美好的东西 只有当你生命中出现美好事物时 你才能真正地接纳他们 而不是怀疑或不信任 去学会放下生命中那些不再适合你的就是物 让他们走 不要害怕让你的生活出现空白空间 因为当你让这些不适合你的东西离开时 你才会有空间 让更适合你的事物进入你的生命中 这就是吸引力法则的真定 它不仅仅是关于吸引你想要的事物 它也是关于学会放下那些不再适合你的事物 这样你才能卫心的 更好的事物腾出空间 当你开始这样做时 你就会发现你的生命开始改变 你会开始吸引那些与你的新频率相匹配的事物 你会发现当你开始散发出不同的频率时 你周围的事物也会开始改变 这就是频率和吸引力法则的奇妙之处 所以当你想要改变你的生活时 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改变你的频率 你需要学会放下那些不再适合你的东西 并开始散发出你想要吸引的事物的频率 这个过程可能不容易 但一旦你开始这样做 你就会开始看到结果 记住 你的频率是你生命中发生事物的关键 当你改变你的频率 你就改变了你吸引什么样的事物 当你开始散发出正面的能量时 你会开始吸引更多正面的事物进入你的生活 在这个过程中 最重要的是要有耐心和坚持 改变不会一夜之间发生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你会开始看到变化 你会开始体验到更多的爱 更多的喜悦和更多的和谐 所以当你想要改变你的生活时 记得从改变你的频率开始 记得 一切都始于你的内心 当你的内心充满爱和感激时 你的外在世界也会开始反映这种正面的能量 这就是吸引力法则的真正力量 常言道 探索改善人生 感恩改变生命 让我们一起学习 领悟人生 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恩有你们 才有我们 愿你智慧日增 平安健康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让我们共同追求快乐 携手打造美好的未来